福建挖出孙悟空墓,消息一出,可把在场的所有人都给惊呆了,就连赶去查看现场的专家都被现场环境给整蒙了。 只见进入墓室后,一块金光灿灿的长点,上面写着红浮齐天,两边则是两块石碑,刻有通天大圣和齐天大圣。 墓室中间则是一尊石猴的雕像,这样的场景不得不让人联想到,这是进入了那个村里的土地庙而已。 但现实却并非如此,有村民在附近意外地发现了一根重达三百多斤的金箍棒。 难道这真是巧合吗?村民不但说这就是齐天大圣的墓室,还拿出金箍棒作为证明,到底是真是假? 保持你的好奇心,我们不妨继续往下看。 大家都知道,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不就是吴承恩笔下虚拟出来的人物吗? 而如今,却有人在福建大山深处,发现了齐天大圣物,这也太神奇了。 然而蒲松陵的辽斋志义里面,也早就撰写过孙悟空的一些离奇事迹。 要知道,辽斋志义是元代时期的产物,而西游记则是明代时期的产物,两个朝代相隔两百多年。 这也就说明了孙悟空并不是那么简单,并不是吴承恩个人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真有其人。 最近在网络上,福建宝山发现齐天大圣和通天大圣物,也印证了国有此人。 甚至连齐天大圣手中的那根金箍棒也同时被发现了,这似乎就有些不可思议。 大家都知道,西游记中的金箍棒可是东海定海神针,怎么可能被深埋于地下? 当然,我们所知道的,那都是吴承恩撰写出来的神话故事,甚至说齐天大圣是从一块巨石中蹦出来的。 然而,在蒲松林的一篇文章中,却记载了齐天大圣和通天大圣的另一个版本。 那个故事写的是衍州有两兄弟,大哥叫徐成,弟弟叫徐盛。 他们从家乡去福建做买卖,来到福建后的两兄弟,为了保平安和大发财,就问当地百姓,附近可有大神朝拜。 当地人介绍说,对面山上有齐天大圣可供奉,然而哥哥徐盛,却不信还有信奉齐天大圣的说法。 毕竟齐天大圣不就是一个猴子的传说吗?然而第二天徐盛突然患病,紧接着徐成也得了感冒,而附近的村民要求徐成快点到大圣去祈求保佑。 但固执的徐盛宁愿找大夫自了,也不去朝拜大圣,就这样徐盛病情严重直到身亡。 于是兄弟徐成带着愤怒跑到大圣庙,如果大圣真的如此灵验,能让自家兄弟起死回身, 那么必将大谢齐天大圣。然而没过多久,兄弟徐盛也就真的活了过来。 当然今后的兄弟二人,也对齐天大圣相当崇拜和敬仰。 这也可以说明,在福建是特别信奉孙悟空。 在福建的考古界,竟然挖出了齐天大圣,甚至还挖出了传说中的金箍棒。 难道说孙悟空是确有此人吗? 就在2005年,福建考古学家竟然在福建的大宝山上发现了齐天大圣和通天大圣的墓里。 这样的发现一下子就震惊了事迹。 古墓位于福建省顺昌县的宝山珠峰之上,墓地内两具石碑分别雕刻着。 齐天大圣和通天大圣的碑文,经过考古专家对古墓的考察发现, 古墓内没有发现任何尸骨,甚至连任何有关齐天大圣的相关事迹。 那么就有人就要问了,肯定是有人为了纪念或者炒作,特意在大山之中建造的, 但令人匪夷所思的却另有蹊跷。 专家在研究发现两块石碑的结构时, 却意外地发现这两块石碑的成分十分不同。 古墓的修建时间却在西游记之前, 那个时候西游记并没有拍摄,还有就是石碑所用的材质, 是一种罕见的猴状石灰石制作而成。 这样的成分至少有上千年,才能凝固而成。 这显然不是后人可以制作而成的。 孙悟空墓被专家在福建发现了, 而且随之出土的还有一根锈迹斑斑的金箍棒。 这个曾经困惑上千年的谜团终于真相大白, 身后的墓就是孙悟空墓地。 墓地修建于元朝末年, 比吴承恩改编西游记还要早两百多年。 那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们不妨跟随专家, 一同探访他的真实性。 虽说专家发现齐天大圣物, 但谁也不敢轻易地将墓室打开。 可以说, 在西游记里面, 孙悟空有着七十二般变化, 神通广大, 可以上天, 也可以入地, 就连地下的阎罗王见到大圣都要毕恭毕敬。 那为什么后人还可以发现他的墓碑? 不死之物怎么可能有墓碑? 其中西游记中就有这样一集, 孙悟空大闹阎罗王的地下宫殿, 甚至把所有猴子的生死都从地府中彻底清除。 而在他的墓中, 竟然还发现孙悟空还有另一个兄弟, 也就是通天大圣。 那通天大圣又是何许人呢? 那么历史到底有没有孙悟空这号人呢? 才能确定身后的墓室是不是孙悟空。 然而, 在甘肃佛洞的岩壁上, 有一幅西夏时期的壁画, 壁画上跟唐三藏去西天取经, 全身上下长着毛发的石盘土, 他是胡人, 而胡人在一般情况下都是长满浓密的毛发, 恰恰就是这个石盘土比较特殊, 他瘦小喜欢勾搂走路, 一副尖嘴猴腮的样子, 不仔细看还真当以为是一只猴子, 他一路跟随唐三藏去西天取经, 所以后面就有人称孙悟空为胡孙, 而后在杨景贤的戏曲杂技中, 又把孙悟空改写成吴姊妹, 其中大姐叫离山老母, 二姐叫吴芝琪, 大哥叫齐天大圣, 小圣叫通天大圣, 三圣叫耍耍三郎, 原本通天大圣才是孙悟空的原型, 但后面吴承恩就把姊妹五人的本领, 积聚在孙悟空的身上, 那墓里面到底是不是孙悟空墓呢? 专家决定打开墓地看一看, 其中就发现了一根秀迹斑斑的金箍棒, 但要打开墓碑的时候, 当地的村民就不答应了, 村民说, 如果打开墓葬可能对整个村子的风水不好, 会带来意外的劫难, 所以至今都没有真正打开过孙悟空墓, 只是村民一直将孙悟空荡成福建人, 例外川家军 Rapha村 好像金 Obrig Gracias 分敌和翼 用神经济对ぎ 不